台人风棒球带起孕育了球星的风潮 走向星光的背后 背起的代价无人知晓 华人运动团旗的权力 也默默为这群运动员 开启了一条心灵的抗装大道 他就是把你每件事搭起来 就是每个人我去打球 然后就好 然后我再去打就好 细细了着某位球员的情况 陪伴在每个球员的生命中的阮胜号 从外伤的人资 跳槽到上帝所呼召他 要来牧养华人运动员的合唱 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陪伴朋友的过程当中 看见了这个族群深深的需求 回来台湾以后 我还继续有跟这些 在旅美的球员联系 他们也陆陆续续回来台湾打球以后 我们就成立了运动员团系 他们的灵要跟神对接 要跟神连结 所以他们才知道 要在哪里的地方用力 而不是在每个地方才用力 让我们在很紧张 然后可能会很容易乱想的时候 会还有人 然后会来为我们祷告 我就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事情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 很专心的在球场上 然后不是为了结果去努力 而是为了上帝 假日的时候也会在球场上面 因为我们的时间上面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教会参与主日 然后我们就在球场里面 做一个小组的团契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带导 出色的头球 打击后运动员有限的职业 都是深埋在球员心中的隐忧 团契的存在 让信仰更加的完美落地 我之前是在外商银行里面 做HR的经验 我就可以协助他们 去做转职的规划 然后到他们正式 从这个球队离开之后 我就陪伴他们 他怎么去找工作 他怎么去面试 他怎么去做履历 他怎么去跟人家谈薪水 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协助他 在这29岁的时候 提早转换了跑道 然后我觉得刚好有一个契机 然后让我当更好的一个职业 就是我现在是当一个 私人的运科教练 球机的成仙起后 信仰也不能落后 不管是曾经 还是现役的职棒球员 到各处见证分享 荣耀背后的力量 影响更多的生命 荣耀背后的职业 他带了我们这两天的时间 去全心全力的付出 我的上帝是从上到中 就因为荣耀就是要学义 然后要学习 对了 那像上帝说 你要爱爱神 爱爱神 爱爱神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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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最好的时候 你拿到很多成绩的时候 也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 你必须要谦卑 你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去专心在你每一天应该要做的工作上面 坚持的汗水与信仰交织 华人运动团 刺激成为平台 让运动员不仅发挥出更好的球技 更延续了信仰的生命力 棒球迷关注的 2024第三届世界棒球12强赛事 将在11月10号开打 台湾首场将对战韩国 这次中华队的中心打者之一的 吉利吉老拱冠 也是运动员团契的一员 从美国小联盟回国之后 在台湾职棒有出色的成绩 他把荣耀的关键 回公给上帝 现在中华职棒魏全龙 主力球员的吉利吉老拱冠 有着另一个漂亮的履历 曾经在美国职棒小联盟 担任捕手长达七年的时间 其实在国外是蛮辛苦的 就在那个过程中 然后就一直告诉自己 我的信仰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然后要怎么去 在这个球场上发挥 而不是一直担心 说我球场上能够得到什么 当年为了可以与美国球队签约 喊出没有签约金也愿意去 算是从原本的三壘手改练捕手 才顺利拿到合约 再看似领黑角 可以入大联盟的契机中 却因为疫情中断了梦想的前程 也因为这件事情也流过眼泪 也祷告问神也是流过眼泪 毕竟那是一个过程 然后又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就中断了我在美国的生涯 然后就选择回来台湾打球 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学习到蛮多的 就比方说忍耐 就让自己更可以冷静下来 然后去专心思考说 神为我开道路这件事情 而不是专心在我想要怎么做 哇 这个球很高啊 会不会再飞到了全力大墙前 这一次真的留不住了 忘记失败 努力面前 极力极客魂冠靠着出色的手背 还有打击在台湾连续两年 成为群雷打王的他 还有着不同的愿望 期许自己就是 能够专心在上帝的话语 然后感染更多人这样子 极力极客魂冠 用上帝的话语成为 职雅的明灯 继续用力挥出 为主而挥的全雷打